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大部分回九六的奴隸仍然在夢中暢遊 住新界的可憐松已經是巴士站 迎著寒風作出無盡的等待 一篇網上潮文 盜盡新界人搭車上班的辛酸 像人間地獄不斷輪迴 做同樣的事 無論是員工還是團工 明明叫他做高速公勞 但氣色的步伐 就諷刺地跟香港人買樓的期盼一樣 每天都停滯不前 有沒有想過移民回去市區 第一件事要有錢買到外面的樓 就算了 住這裡的話都要六點半起床 吃完早餐七點半出門才不會遲到 阿君兩年前由元朗搬去洪水橋洪福村 上到樓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就越住越遠 犧牲的就是交通時間 他在葵坊上班 坐鐵路最容易掌握時間 首先他在洪水橋搭15分鐘輕鐵 去天水圍站轉西鐵 上到西鐵才是考驗的開始 越舒服來說就不舒服 其實我覺得還是會比較逼 而且很逼重 太多人 比較逼一點 不想撞到人 有時候會自己縮在一邊 可能會側身 或咬煙 也會有的 很累 要站得舒服 也要有策略 我天水圍上了車之後 對面門是去到荃灣西才會再開 所以在最多人的幾個站裡面 我已經站在車最入的地方 所以是比較鬆動的 我覺得坐是車廁 我覺得在香港坐交通的地方 除了巴士、的士 阿君為了上班 每個月的交通費大約要一千元 好像他這樣跨區去上班 可以說是香港人的生活常態 在香港 大約四成人住在非都會區 範圍包括了絕大部分的新界地區 但是就業職位 只是佔大約全港兩成四 新市鎮接近一百七十萬工作人口裡面 有一百零八萬人 即是六成多人要跨區工作 當中四十萬去九龍 超過二十六萬人便去港島 阿君在西鐵微孚站下車 還要轉全灣線 多數都沒有位坐 要站到葵方站 因為我在葵方上班 所以西鐵是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再轉地鐵 去到葵方都還未完 阿君還要轉一程小巴 才回到公司 上班下班 每天花了他三個小時 這裏應該要再等多三輛車 很煩 很浪費時間 一個早上阿君坐雲 一程輕鐵、西鐵、港鐵、全灣線和小巴 哈囉 怎麼了?接姐姐嗎? 我接兩個人 我接什麼? 我接什麼? 我接小巴 附近都是鄉村地方 一些矮的樓 甚至乎一些 擺了很多貨物在這裡的地方 其實這些地方都會比較難找工作 其實都不同 一些市區有很大的商場 有很多集合機會 跟很多新發展區一樣 洪福村一帶的居民 出外主要靠鐵路 政府的交通運輸政策 一直以鐵路為主導 目前有四成使用交通工具的市民 是用鐵路的 而且每逢開通新鐵路 巴士和小巴線都會重組 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期間 巴士和小巴的數目 下降了1.8% 但是鐵路就越來越擠迫 以西鐵為例 2015年 以每平方米企四個人計算 朝早繁忙時間的載客率 已經達到104% 即是已經飽和 徐君兆說 雖然西鐵計劃 逐漸將每班列車 由7卡增加到8卡 而加大載客量 但是他擔心 都不夠應付新增人口 日後再發展 我們看到 都會挺依靠鐵路的接駁 我們其實一直都很擔心 整個發展區的規劃 會有20萬人入力住 多20萬人用這條西鐵 究竟西鐵能不能夠負擔得到呢 阿君做完一天 夜晚終於下班 由葵聰回去洪水橋 回家又是另一個漫長的旅程 首先坐小巴去葵坊 平時其實是6點就下班 今晚要奧市 所以到8點多才下班 坐小巴去葵坊 他還要轉兩程巴士 才能回到洪水橋 其實很累 但是因為要轉車 也很難睡著了 我怕過站 坐小巴 等巴士去到轉車 現在是10點2 都整個半小時有多 現在很餓 很餓 回去吃飯 幸好家人有留飯給我吃 今天 今天 吃飯 已經差不多11點了 就很累了 要睡覺 然後準備第二天 又要早起上班 有點人間地獄 不斷輪迴 做同樣的事 好像很痛苦 但是你又改變不了 如果你是跨居工作的話 近年人口不斷遷入元朗 錦田屯門一帶 到處都看到正在建的樓盤 洪水橋新發展區 已經有第一個屋邨落成 預計新區落成之後 有20萬人入住 元朗南會新增8萬5千人 錦田八鄉一帶 再有10萬人居住 有學者相信 未來隨著人口不斷湧入新界 跨區上班的人 只會越來越多 新界連接市區的道路 承受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中產階級 會多一點錢 就會選擇住出一點 九龍那些空氣污足 我住在一個什麼什麼豪園 什麼什麼花園 都是在一個新界北 或者是新界西 有車它才可以方便 就算鐵路站 它都不直接去到它家 所有外圍的新區 那些工都是不夠的 全部回到九龍和香港島 舊區的道路 感覺上有極大的壓力 平時在公司 有時候都沒有那麼準時離開 故意都知道塞車也不走 在觀塘上班的Vilson 住在元朗 每天都要跨區工作 他兩年前用三十萬 買了一輛私家車代步 因為走開就知道 快線多數都堵死了 就算有機會堵塞 Vilson也寧願開車 不想坐巴士或鐵路 我開車是為了下班 因為下班是快很多 坐車真的花很長時間 除非你選擇坐西鐵 但是又是很迫人 為了避開屯門公路塞車 他每天都行大纜隧道 麻煩你 他說下班想快點回到家 代價就是付出高額的交通費 隧道費 剛才44元一程就是88元 有錢 那我的車就一元一公里 加上你當三百元左右 連人泊車 覺得300元不貴嗎 當然貴 300元一天洗也挺好 Vilson原本住在市區 兩年前又旺角搬去元朗租村屋 月租6000元 希望可以住大一點 但是就犧牲了休息時間 我以前住在市區 可能上班半個小時 你比起車程都開一小時 你起碼睡一小時 雖然上巴士可以睡到 但始終睡眠質素不同 你一醒一醒 可能帶著靈魂上巴士 再睡回去 感覺都不一樣 水生意 兒童心理學家Danny 八年前搬入屯門 每天都去市區不同的學校做事 他說開車會方便很多 開屯門公路 接著就搏去丁舊橋 然後再出九龍 或者有時候過港島區 這一天 他早上七點半就出發去遊堂 全程四十公里 如果不塞車 四十分鐘就應該可以去得到 禮拜二、禮拜四都撞我車 那兩天就實在不得了 你只看地圖上屯門是很偏遠的 我以前住在沙田 出入其實都方便 因為多角洞工具選擇 所以其實都有點掙扎 他每天出市區 要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塞車位 其中一個禮實地方 因為前面有四條線變三條線 去到這位便是樽頸位 由屯門公路轉去丁舊橋之前的深井交匯處 又要再次停下 累的就是不停踩著油門殺制 其實腳不停動 腳會累 而且整個小時坐著其實不舒服 很浪費的 因為你的塞車代表 你的眼睛就不停地看著旁邊的東西 那不同你唱通的時候 你就看著前面 搞不搞轉一下線 出到市區 Danny去到農場道 一直都慢車 你今天開車的第幾個塞車位 嘩,這裡嗎? 我想應該第五過了 應該 失笑了 平時失笑了 是 今天就叫快 都一個小時 多一點點 如果久了 其實去到過半小時 都試過 真的塞車的情況 所以其實很難遇事 去到油堂 他已經用了一個多小時 比預計慢了二十分鐘 有沒有想過移民回去市區 第一件事要有錢買到外面的樓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主屋問題 如果外面的樓價和屯門 好像屯門可以承擔得起的話 我猜很多屯門的人 可能都會想搬出市區 屯門公路在1978年落成 一直都是新界西對外交通的大動物 不過近年樓量不斷增加 單是深井到丁九橋 2014年到2015年 一年之間就增加了接近一成 而深井到小纜段 亦都增加了百分之四點多 而在早上繁忙時間 四乘四使用屯門公路的車輛 都是私家車 這張照片我挺喜歡 但其實都是在塞車的時候拍的 拍多一條屯門公路 你很難得 我不想一上班 住在屯門的Amy 在新蒲江上班 六年前有一次 她和男朋友坐巴士 遇上屯門公路大塞車 他們那一刻 決定成立這個群組 被塞車輔助胡同消息 兩小時前有人說 塞車 今早我自己 出一段車站 已經長長的車輪 昨天早上又是上班時間 又是發洩情緒 很不開心 因為塞車 Amy說 新聞很多時候 都不會報到屯門公路的塞車情況 所以決定成立這個群組 已經有接近二千人加入 你一塞車 你做得甚麼 你坐在車上 你又很控制不到路面情況 車又不是我開的 你會很想知道發生甚麼事 因為其實你坐巴士 你會知道前面有很多車 你是不會知道發生甚麼事 這份文件說甚麼呢 就是重新申請回三條村馬市 但問題就是 三條村馬市本身是減掉的 六年前 鄭顯奇和網友 成立公共運輸研究組 他們幾個都很熱衷研究交通 在網上討論交通運輸政策而認識 預期你純粹在網絡上討論 而不將它化成一個事實 而我們看到整體香港的運輸政策 好像越來越滯後不動的時候 我會覺得就是 需要真的有人發聲做些事 真的有損失 損失只有五個為例 它不是一陣 不是一陣 它不是說可能有五分鐘 梳不到 你看到其實 這一天 他們去到不同的主要幹島 實地視察有多塞車 他們去到西瑞九龍入口 看看交通情況 鄭顯奇說 西瑞是新界西居民過海的主要通道 近年開始出現擠塞 是跟新界西人口不斷增長 隧道配套道路 符合不到有關 根據運輸署的年報 西瑞的車流量增幅 在各條隧道之貫 由2011年2千多萬架次 增幅達到1,500多萬架次 增幅達到1,500萬架次 增幅達到1,500萬 他們又說 塞車亦都跟道路設計有關 因為交叉為問題 大部分巴士是去中上環 變成萬線切出來 那裡的車流都不順 這裡是塞的 日後整個新界西北 可能再加多五、六十萬人口 走下去的時候 只要有同樣的比例 都是去這邊上班 車流就會增長 可能是二、三十個百分比 我們這些道路系統 已經這麼少了 還有沒有本事額外 多吃二、三十個百分比 第二站他們去到九龍灣 是新界西居民去觀塘的必經之路 彩虹家匯處也是塞車的重在區 2015年的車流量 比之前一年上升接近一成 道路網 你沒有預先去改善它 但你就在不斷地 活化工廈 人流更多的消費活動 放棄這些舊有的工業用地之上 其實只會令到交通情況更加的差 看看運費多少錢 如果運費便宜 只會運下來 阿偉從讀書到自己做生意 開車房都在觀塘區 他在雲漢街開車房已經八年 他說近年區內越來越塞車 開工、收工都要彈性時間 我們的上升時間 會比一般辦公室時間更加快 收工也更加快 一般五點多鐘便會失落 如果我們收五點多鐘 我回到居屯門 回到家裡 都可能要一個多小時 就是一個多小時 但可能我遲多一個小時才開車回去 可能相差的時間不會開得遠 觀塘九龍灣近年發展成新的商業中心 商業大廈取代工廠進駐區內 很繁忙 真的很繁忙 比起以前 因為我以前中學讀書都在這裡讀 在觀塘區讀 以前沒有那麼誇張 這個交匯處 你看看紅燈 紅綠燈只能走到三、四部車 九龍東工作人口大增 成為塞車的重載區之一 多了很多商業 變相可能他們 會用車的人會多了 變相觀塘區的車會多了很多 我們開車下去都會很塞車 有時車位沒得拍 要到處擺 近年香港交通情況轉壞 朝早繁忙時間 汽車的行車速度 以新界為例 由08年每小時大約44公里 下降到2013年的大約40公里 汽車增長就屡創新高 車輛登記總數在去年超過81萬架 比起2003年多了5乘5 你便要控制哪些人真的需要 那怎樣衡量哪些人真的需要呢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衡量 只能夠用錢 所以電子道路收費就是這樣衡量 我收貴一點的時候 你覺得你是十分需要的 你給錢 而是出行 那我就控制到那條路 其實政府應該就不要 將它所有的東西 放在舊空 即是所有就業 而一部分就業 應該是放回新界西和新界東 這樣才是比較上合理的一個安排 住在洪水橋 每天都要去葵方上班的阿君說 短期內這種迫車的生活 都難以改變 你搭車的時間用了 然後車費又比較高 其實跟園區就業找一份 沒那麼高新水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小千五元我都願意的 我每天有三個小時就搭車的 阿貓說 以前見工聽到你住新界西 一定不想請 但如果我是僱主 知道有新界朋友來見工 無論公司在哪裡我都會請 因為經過住新界的磨練 這位員工還有什麼克服不了 你剛才知道 那兩年了 你不說 哪個牠 那一分鐘就這樣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